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谢谢米品牌的负责人 出生于新加坡的他 原本是在跨国企业 金融界 还有广告圈等等打滚很多年 是名副其实穿着高跟鞋 拎着名牌包 错饮红酒的粉领行轨 过着每天上班超过12小时的高压生活 终于在5年前 他决定移居到宜兰放慢脚步 只是第一年的他 其实还不知道要干嘛 有一天看到邻居在种田 就随性地参与了一些过程 就此埋下彻底转换人生跑道的种子 回想一开始 种田这件事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呢 其实主要是我在田里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工作的感觉 然后还有你知道就是 回到家就泪滩了 泪滩真的 然后就是就发现说 突然间睡得好好 脑力用过度的人好惨哦 真的 然后但是那种你知道就是 就是第二天睡饱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觉得说 你好像真的完全充饱电 其实精神都很好这样 真的有睡好了 对真的 真的 睡得很沉 我真的是因为 因为真的睡得太好了 觉得说 嗯 这个东西 或许 这种生活方式 或许是我会喜欢的 可是问题是因为你太累 累惨了呀 你为什么累惨的没有吓到你 而是睡 睡得好 睡死了 才想 才洗你 因为我以前本来就 还蛮会睡的 就是我在工作啊 什么不管上班 就是我最后两年 是在广告公司嘛 嗯 然后广告公司 工作时间很长 就是早上九点要到公司 然后晚上很长到 你知道就是十二点 一二点这样的 然后通常真的就回到家 就是洗个澡去睡了 嗯 所以每天晚上 其实还是会睡个 至少六到八个小时 嗯 然后包括周末 周末真的就是 可能一半的时间也是 就是在家里在睡觉这样 所以 那个时候睡的 时数也很长 但是每次起来之后 怎么睡 你都还是很累 你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不想下床 还是你知道 不想上班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你务农 你的睡饱之后 没有让你觉得 好累又要夏天 不会耶 真的就整个就是 精神 就是充饱电啊 就又可以出发了 可是那是 劳力的东西 身体都会记得说 你劳累过 为什么你没有那些 觉得累的感觉 但它是那种 你知道就是 可能前 前三四天吧 你真的会觉得很累 然后到第五天 其实你身体 就会习惯 嗯 比如说那个动作 那个出力的方式 它就慢慢的 其实就 没有再 没有再那么酸痛 跟那么累 嗯 好啊 那那是第一年 可是到第四年了 一样是 这个状态吗 还是有不一样 身体的记忆 到第四年 其实真的很少很少 会非常非常酸痛 嗯 它 现在第四年 我觉得累是大 比较是晒太阳的累 嗯 那种就是 出力啊 的那种累 真的不大会有了 所以你体能训练的 不错了耶 是这样吗 我觉得基本上 其实就是身体 它本身 嗯 就是它学习跟它记忆 嗯 的那个能力很强 嗯 还有它恢复的能力 也很强 嗯 我以前是 国中高中是排球小队 嗯 哈哈哈哈 不小心 原来是这样 然后一直以来 其实就是 有机会运动 我都 我都会去 嗯 可能 但当然就是上班之后 机会就变少了 这样 嗯 嗯 从一开始 你已经确定知道 是友善耕作 要用这种 农法 嗯 去做的时候 嗯 你也就 有一种 自己也要 说服自己吗 就说 对 种田 可以劳力的 然后好好睡 这件事情 你确定要追求 嗯 可是 选择友善耕作是 又要弄更多的人力 去取代 嗯 然后是为了维护 环境没有错 那这件事情 有没有自己 又挑战了一下 没有耶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 误弄的 所以所谓的惯性什么 我根本都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一 我一踏入 我一接触的时候 就是 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也没有一个 所以 比较 你意思是说 如果当初 认识你的邻居 做的是惯性 你应该也觉得 哎 你就学到了这个 那你就 也想误弄就对了 不管它是什么 不确定耶 如果说是惯性的话 因为 想误弄 就是因为我喜欢 在那个田里 那个 感觉 那那个时候就是 第一次踏入田 然后那个时候 都跟我差不多高 所以其实 每一步 都要很认真的 那个时候的我 因为你又不熟悉 那个环境 你知道 就是踩的每一步 都要很专注的 去看你下一步 要踩在哪里 因为又怕说 踩到人家的 农作物等等之类的 或跌倒 压扁 一整片之类 所以其实我就是喜欢 那种 那一种感觉 那个是我觉得 冠行是 应该 不会体验到的 因为他们其实 真的很少夏天 然后到我今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越来越觉得说 冠行农夫真的 他们一个人 可以做很大的面积 是因为他们 根本不大需要夏天 因为 他们早期可能就是 对付福瘦罗 除了喷药 他们可能水 也浸得比较慢 然后到后期 就是草全部 长起来 他就会请人去喷一喷 除草剂 除草剂 就这样 我刚刚就在想 这些除草剂 真的好厉害 黄的就是败草而已 对 倒子留下来 对 然后今年的草 真的很夸张 比我觉得我 前三年看到的夸张 因为这里好几块 它真的是整片 你现在看 全部都是黄的 你是说别人的草 不是你的 对 没有 我的草也很夸张 我的草经历也很夸张 因为我很早 我大概插秧 十天后吧 就已经开始在除草 然后我整整出道 我整整出道 它大概 四五十天 所以我出了超过 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 好几个小时这样 不会到八个小时吧 就是每天大概 可能就是 四到六个小时吧 真正友善工作 其实讲友善 有人会问说 那友善工作 是什么意义 你的朋友啊 亲友问你说 什么是友善工作的时候 你会怎么 简单的讲给他们 懂的方式 我觉得最简单 最基本的 其实就是说 不用化学的农药 或化学肥料 最基本 就是我们现在业界 就是所谓的友善 可能最基本是这样 但对我来讲 其实它不应该只是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低的标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今年决定说 把我水稻的面积缩小 然后空出时间 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后来跟 方一跟一汉 就一起接了几款田 合作做一些 尝试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说 我到最后我是觉得说 从我去年开始种菜 的时候 然后开始找资料啊 再看啊 我觉得其实友善跟住 应该是 朝向一个跟大资源 找到一个平衡 水稻其实真的很单纯 也没有什么在顾大资人 然后包括你知道 就是你要拼命的 一直把它除草啊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 他顶多就是讲说 就是五毒吧 五毒 对 但是你在种菜的过程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 到底要不要除草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或者你要留什么草 你要让它跟什么东西共生 跟你知道它土壤里面的 那些昆虫啊 或者是杂草啊 等等之类的啊 甚至是 就是有陪伴时的农作物 就是好几种不一样的 一起种在一起 它们会互相帮忙 互补等等之类的 对 那对我来讲 才比较是我心目中 有参根做的一个目标 就是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第四年 已经心里多了一点空间了 想要又学更多的意思吗 对 对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我从可能第三年的时候 就开始种菜的时候 在开始探讨的 所以后来就是决定说 我想 我希望可以花多点时间 跟力气在这一块 那水稻就是一个 就饭碗啊 就基本饭碗 对 因为它真的就比较稳定 它可以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在 然后它其实 它一整年里面 它需要的时间 没那么长 它就剩下大概可能三四个月 当水稻能够维持基本收入之后 行有余力的Nana 思考着友善耕作真正的意义 刚好遇见也在 圆山种田的科学家林芳怡 进行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也正好要找农友合作 在田里进行一些大胆的实验 Nana欣然答应了 例如他们一起在春更前 先架设好摄影机 用来研究田区鸟类的行为模式 果然就发现 一向被农友视为 拔秧苗凶手的红罐水机 其实只是爱玩秧苗而已啦 真正的凶手是举止 很鬼祟的白富秧机 果然 有影像就有真相 用科学方法 进行了解的这些过程 也让Nana觉得获益良多 但话说回来 种田都怕鸟害啊 新手农人Nana 也是有刻骨铭心的遭遇啊 我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我从第一年 就被鸟玩得很惨 反正第一年就什么 也不知道嘛 它全部被拔起来 我就补回去 然后隔天它又拔起来 我又补回去这样 就继续这样啊 就是用体力你知道 去跟它好 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 就觉得说这样不行 因为前面真的就会耗 因为面积也扩大 一直你知道就是 重复要去补 然后它又拔起来的话 我真的会很累很累 然后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每块天都顾到这样 所以第二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就先忍 反正就是它拔起来 我就先忍 因为我现在再插回去 马上插回去 它就是就在拔 然后真的就是 去忙其他的事情 然后到某个程度 你知道就是 腰苗也比较大了 我可以比如说 插得比较深 或者其它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也比较不会来 然后现在呢 现在我今年 反正他们都没来 我今年是零鸟海 我今年我另外一个 也还蛮奇迹的是 我几乎没有什么被吃 不是没有福瘦罗 福瘦罗超多的 我竟然插香是下去之后 没什么被吃 感觉像你的甜曲体质变了 是不是 我觉得是老天爷 被我的努力感动到了 这是唯一不可取信的 不是真的 真的因为 以我看到现在的 螺的那个数量跟大小 真的 我那个时候没有被吃 真的是一个奇迹 因为其他的人的甜 同时间差一样的 都被吃得乱七八糟 我今年就是在思考 就是螺跟鸟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那种 比较想要说 到底可以怎么去共存 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好像螺的部分 我还是有除 但是除了除了除那个螺之外 我每天其实都会 放东西给它吃 就我每天收工之前 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每块钱绕着 然后就是丢米汤下去 给它吃 因为我觉得反正 它会吃你的秧苗 就是一定是 它肚子饿了 它就是要找东西吃嘛 那你田里面除了秧苗 没有其他东西的时候 它当然就吃那个秧苗嘛 太离奇了 我要注记一下 然后我觉得就是 就人饿了 也会找东西吃吧 那更何况是生物 我的思考比较是 你知道就是 那如果说我给它 别的选择 它就不会吃秧苗了 其实我不会觉得它不会吃 我只是觉得说 它可能会吃得比较少 造成了一个伤害 没有那么大 跟以前那种 觉得说 一定要赶快把它们 全部抓起来 的那种心情不大一样 就变成经典 就是我剪萝的时候 比较充苗 反正就是 真的就更加的尽力而为 有去有看到就撈这样 好好笑 真的吗 好好笑 然后其实鸟的部分也是 但是我除了喂 我除了喂那个 螺之外 我有喂鸟 因为后来不是知道说 它比较喜欢吃稻谷吗 所以一样就是 我从那个 因为我的田旁边 都会有一些就是 类似丛林 就是没有在耕种的 所以鸟其实都是 都是住在那里面 所以我知道说 它们是从那里出来 所以沿着那条田梗 我会就是撒稻谷 撒你知道就是 米 超米下去 还去买鸟吃 没有啊 就是反正就是 都是随手可得的东西啊 就是米糠啊 然后稻谷啊 糙米啊 这些东西 就是哪啊 就是每天就是真的 要收工之前 就先去放食物给它们 你有听过老农说 他们都有一个 抠客系统吗 喂 叫米家烫家 快来 你不怕 你不怕 腰的更多过来 我不知道 那个可能要看明年 是怎么样 仲天就是自己当老板 别人都忙着 捡幅寿罗 而你却想喂螺喂鸟 也没人拦得了你 说真的 如果你以为 它是好傻好天真 那就错了 很多重要的发明与创造 都来自于突破既有观念 大胆冒险尝试而来的 今年娜娜的田 和农田里的科学计划合作 自律圣言的职人性格 像娜娜这样 和科学家的实验 一拍即合 到底这样的合作 对她而言 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它让我更加有方向吧 方向是什么方向 因为我以前真的就是 从来没有碰过农业 就我对农业的知识 你知道就是 不如幼稚园 都连幼稚园都还没到 的程度 因为我是 我是那种很大的知识是 第一道我连 问题都不会问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我不会问 但我还是乱问 其实有时候就只能这样子 根本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的那一种 所以就是前两年真的就是看 就是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看别人在做什么 第一年其实真的会比较辛苦 比较累 所以你知道回到家就几乎都睡觉 就是也没那个精神上 在找资料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 应该是要二到三年的时候 才开始会有一些想法 那个时候也跟这里的小农 也比较熟 比较常会一起可能 就是那个时候在食堂 主要在食堂 比较常会聚餐什么的 然后就是 对话都是 很多对话都是在讨论这些事情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那个知识有增加 有比较快速的在增加这样 对 所以到后来让我 开始对于 有生根做 有自己的想法跟定义 也是因为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 处于一个很理想化 很抽象 你知道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你要怎么去做才算 这个东西又是一个空白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方语跟依哈们扮演那个角色 就是在协助我 慢慢在填那个空白 那那个填到的空白的答案 现在有什么答案 没有 都是还在实验中 就好像那个鸟啊 如果不是方语到我的田里面 这样去观察那个 白富殃机啊 灌血机啊 我也不会想到说 那就喂它们啊 这样子的合作 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去 那个方向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最实际的目标 是怎么靠农养活自己 但是 比较理想的是 怎么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 你知道不变成 你知道就是惯性 对我来讲啦 现在的有生根做的水稻 或者很多有机的农夫 都是惯性的思维 在种植 它只是它用的资材是有机的 不是化学的 我蛮确定那不是我要的 因为我要的是 比较是真的是怎么让作物生态土地 它自己你知道就是可以互相扶持 尽量减少就是人为的部分 我最终希望可以达到的是 其实人为的部分 人真的要付出其实只是早期 可能你要开垦那个地 或者你在改善那个土壤 或者那个环境那个条件的时候 需要去做一些比较刻意的 就比如说好像现眼的菜园 它就是 它是草生栽培 但那代表它不除草吗 它除啊 它只是它选择性的在除 它在观察它的菜园里面有什么草 哪些草会比较强势 会让就是作物比较难生长 所以那些它就会除掉 它会刻意保留那些 它觉得说就是 跟那个作物可以共生的 所以其实它长期这样做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一年 我去看到菜园的时候 就会看到说其实那个 它整个草项是有在改变的 那就是因为它前期做的事情 它在挑选保留什么草 然后移除什么草 让它现在就是长出来的草 其实不影响作物 它就也不用管它 就比较不需要去除它了 并不是所有移居到农村生活的人 都能展现出像Nana这样 务农者的自信 这是什么生命历练所养成的呢 过去职场上的经历 有哪些是促成它对生命价值 重新思考的原因呢 就是我会从我原本的跑道跳出来 就是最大的动力 就是我觉得那些事情很没有意义 去上班去帮公司赚大钱 去跟你知道就是公司里面的人 要斗来斗去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些真的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会不愿意把我的生命 你知道化在这些事情上 所以才会想 才会有那个要跳出来的那种动力 那跳出来的时候真的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做什么 但是后来接触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它意义很大 因为意义人活着 其实人要活着真的只需要食物空气跟水 你严格说真的只是任何的生物 你要活着就只需要这三个东西 其他的都不是需求 其他都是欲望 都是想要的 所以我觉得说 务农这件事情 种食物 就是第一当然很大 因为没有食物你就死掉了 然后第二就是刚刚就是接触 然后了解 你知道现在就是全球工业化的 务农方式啊 造成的伤害等等之类的 它就是一个危机啊 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现在种植的方式 我们很可能 就是很快就没有食物吃了 那人要怎么活下去 有一种感觉有时候自己 前面的累积 常常就是为了现在的自己啊 还是有这种 所以过去的那些职场 你财经的广告的 其实有累积到的东西 发挥到现在物那种方法或想法 有没有 严格说我觉得那些专业知识 其实现在真的都用不到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技经验 它不只是专业知识 它其实还包含着 比如说我个人的纪律 纪律 对 因为现在你知道你没有老板 没有人 没有人在看你有没有夏天 你真的是完全要靠自己的纪律 去推动自己说 我今天 或者我在什么时候之前 我要做到 哪有什么东西要处理之类的 然后把自己知道 推出那个门去工作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需要蛮大的一个纪律 那个是其实在工作工作的过程中 就是会养成的 然后第二就是其实跟人的相处 农夫常常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 在自己的田里 其实关键的时刻我们都是靠人互相的 就比如说插秧或者是打田或者是收割 甚至你知道到后面你知道就是你的骨 骨子要不要轰要存放哪里要粘米 然后要销售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点都是一定是要跟其他的人一起合作的 那算是职场EQ这些都要有 对啊 还有就是怎么跟人合作 我觉得那个心态还蛮关键的 人变得比较圆融一点 就是即使务农也是有圆融的必要 是的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个圆融的人吗 我不算真的很圆融 因为我讲话都非常非常的直 但是我觉得我是可以替别人思考的 然后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其实人员也也还不错 所以你觉得你个性有改变吗 无能四年 我觉得有比较放轻松 对于我自己 对自己比较不太苛求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事情不是我可以掌控内的 所以之前过去的你是你知道 因为工作 就比如说就是专业经理的时候 你就是要排好 所有东西都排好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尽量不要miss 你任何的一些deadline 因为它就会衍生很多其他什么东西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一个 完全人设计出来的一个环境 所以其实你比较可以去掌控 然后让推动那个事情 从某一个方向走 但是你问我你可以推动什么 你可以掌控什么 你可以说我今天总是播下去 你明天给我下雨 不行嘛对不对 对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合作 也常常都无法掌控 是啊就是 他本来答应我明天要插烟 但是他今天机器坏掉啦 那我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怎么样 也不能怎么样嘛 可是以你以前那么自我要求严谨 因为只要自己严谨很多成果就是自己能够掌控的那一种那种工作模式 反而务弄的时候没有因为这样而灰心啊 因为太多不可掌控我就没有办法好掌控我的成果 没有因为这样而灰心 反而觉得好我放松我对我自己好一点 放松一点 以前因为我觉得说它是一个责任 所以我责任感就会你知道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 一定要把它做好 但是你知道现在就是我问我这是 你再怎么做跟那个结果不是完全连结在一起的 你可以非常非常努力 但是你知道就是天再来就来了 还有既然你知道就是 百分之八十八九十会影响这个结果的事情 都真的不是你能控制的 你一直在执着那百分之十感吗?意义是什么? 放过自己一点反而是只 对因为我少了那个责任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就会轻松很多 然后也觉得比以前快乐很多吗? 对啊 所以以前把自己绷那么紧 现在会觉得真的是很虐待自己吗?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哈哈哈哈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听了宜兰农友娜娜 从零开始的务农人生 原本很理想化的务农心态 透过农田里的科学计划合作 让她对友善耕作有了更具体努力的方向 如何能够务农为生 同时又不落入惯行更做的思维 如何能够使作物 生态和土地互持共生 这是她现在更在乎的事 而科学实验正是最佳指南 如果你听了也有些心动 想支持谢谢米与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你可以透过网站购买谢谢米表达支持 但是我们也想听听 娜娜觉得有什么理由是给大家更清楚 为什么需要支持这个计划呢 我想虽然这个东西卖出去还是谢谢米 但其实它很大部分的那个利润 其实是归到农田科学里的计划 那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他们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务农钱赚的不多 你要我捐一大笔钱去赞助他们 我也没办法做到 对 所以希望你自己支持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买米 也一样是支持这件事情 对啊 我觉得放映想出这个方法 我觉得真的很棒 希望透过卖米 将利润回馈给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继续支持科学家的研究 而购买谢谢米的每一位消费者 也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这也是我们小市级大通路的精神 让生产端与消费端 共同支持作物 生态 土地 共持互生的理念 继续引导农人 往前走 朝共同的目标迈进 你只要搜寻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在产品那一页 就可以看到娜娜的谢谢米咯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想重听节目 或者听到更多农人精彩的故事 在网路上找米米之音四个字就有咯 不管你是农人正在包米 菜农正在种菜 或者是消费者想更认识 我们的土地与作物 都可以一边听节目 让米米之音陪伴你 哦 对了 这也很适合推荐给农村的长辈们听哦 等你假日回家陪阿公阿嬷的时候 就多了一个聊天的话题了 下个礼拜一傍晚5点20分 再见咯 拜拜